一般来说,有钱的自己交,没钱的,只能请大哥帮帮交,在NBA,罚款永远是一个愿意的话题,比如本赛季初,在勇士对郑辉雄的比赛中,最后时刻,由于库里对派罚极为不满, 向裁判扔了牙套,事后遭到了联盟罚款5万美金的惩罚,这件事也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,成为个大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,当然,库里的5万美金,并不是本赛季排出的最大罚单,此前,马次队的主教练波波维奇,就因为对裁判有过语言侮辱的行为,被联盟事后追加了10万美金的罚单,而在今年的休赛期, 胡人队的总经理魔术师约翰逊,就曾因为违规接触了泡胶的经纪人,被联盟追加了一条非法也就对,罚款50万美元,可能你会说,对于以上那些大明星来说,去吃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罚款,还不是九牛一毛,当然,的确如此, 由于NBA的工资分布情况也是呈现金字塔结构,你能力强,你技术高明,你是超级巨星,你自然就能拿到顶薪,有更多的金钱收入,而这些人,对于那些小小的罚单也自然是不屑一顾的, 比如考信思,这位技术出众,工房兼备的全明星大前锋,职业生涯已经累积罚款超过了一百万美元,而对于那些金字塔底层,拿着底薪的球员来说,别说几十万了,就是几万,甚至几千的罚款也自然不是小数目, 所以一般在比赛的时候,他们当然是紧小顺畏的,没事,你有裁判干嘛,至于扔牙套这类的事情,他们就更不可能做出了,不过,有时候他们也有被罚款的例外,篮球比赛毕竟是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,双方难免会有一些摩擦疤伤,有时候,一个无意识的肘子就可能让双方大打出手,最终爆发群架, 而最后的结果,往往是双方都知道技术犯规,然后被罚款,那么问题来说,对于那些只有底薪的球员,他们一旦知道了技术犯规,谁替他们付钱了,其实,一个技术犯规的价格一般,在一千到两千五百美元之间,具体的金额数目,会根据米丹塞技技范的次数而确定,熟下图所以,一般情况下,就算在底薪的球员, 至少也有几十万的年薪,交几千的技范罚款还是绰绰有余的,当然,也有例外的,比如说上赛季的骑士球员,邓财成斯, 由于是在和骑士堆成规赛最后一天才签下合同的,所以他的薪水只有九千多美元,而到了季后赛,在对着猛龙的比赛中,他上场不得三分钟,就是到了两次技术犯规,赛后总计把款金额达到了六千美元,占到了三分之二的薪水,不过,幸运的是,最后詹姆斯慷慨也忙,围着为小弟偷了腰包, 和了五千美元,贡猛的